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每个门牌我在整理的时候 我都又回到那个情景 就是当时我去哪一个村子 去拍照的时候 然后收了这张门牌 那门牌其实是对于眷村 一个非常有象征意义的事情 它每一张门牌后面 就是有一连串的故事 我昨天晚上花了很多时间 在整理这个清澈 就算一算发现 正好108张门牌 所以我想说这108张门牌 背后有108条好汉 还有108个艰困 然后可是持家的妈妈 如果这是你家的门牌 或者你知道这是谁家的门牌 请告诉她 我为他们保留了将近20年 那当然陆陆续续有一些人找到她的家 她家的门牌 就我们就领走了 那可是这些门牌 因为很久以来 我也没有很积极的 或者是没有一个适当的管道 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情 那希望这一次可以有 真的有很多人 最好今天这一次展览期间 所有的门牌都会 都找到她的主人 回到她的家 因为眷村的历史 就是一个离善聚合的历史 那他们的门牌 跟他们家分开了 分开了一段时间 他们又重新重逢 我觉得这是应该是 最好的一个结局 感谢观看